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巴巴拉纳特森·霍洛威茨和凯瑟琳·鲍尔斯合著的共病时代 巴巴拉纳特森·霍洛威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博士, 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心血管科主任 凯瑟琳·鲍尔斯,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医学叙事写作课程, 并撰写生物学、进化学以及医疗健康等相关领域的文章 共病时代艺术中有无数跨越物种健康问题的奇妙趣事 读完之后,你会立刻用前所未有的眼光来看待你的猫、狗和其他动物 书中提到的人寿同源学为增进人类健康与福祉提供了新方法,受到医生们的欢迎 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 了解我们和动物有多少共同点 作为人类,我们往往认为自己与动物世界有些不同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因为我们的智力水平要高得多 但深入思考一下,你会发现,我们与其他动物有很多共同之处 当我们了解我们与动物共同的特点时,我们就更了解自己 你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和我们最亲近的动物亲戚类人员有很多共同点 但我们与动物世界的联系远比你想象的要广泛 在本书接下来的这些案例中,你将了解到这些联系有多密切 你会看到兽医和医生之间有更多的合作 你也将了解到人类取得的巨大进步 本期内容你会了解 关于青少年酒后驾驶 海塔能教会我们什么? 人类肥胖与牲畜体重增加之间的相似性 水牛如何遵循与人类相同的毒瘾模式? 为什么环伟狐猴会像人类男性一样遭受生理功能障碍? 医生和兽医之间的联合研究 如何使癌症、传播疾病和流行病毒得到治愈? 人类和动物在基因上是如此相似 所以医生和兽医之间进行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有没有去过动物园 发现自己被一些猴子或其他动物的人性行为吓了一跳 这种相似性不仅仅是巧合 也不是你的想象 这是遗传造成的 人类和动物有许多基本的相似之处 包括它们的基因 事实上人类的基因组与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6%相同 生物学家称我们与其他动物的遗传相似性为深同原性 深同原性不仅仅存在于关系密切的物种 比如狼和狗或者人类和黑猩猩 它也存在于更远亲的动物 例如它解释了鹰的光反应视觉和绿藻的光敏性之间的联系 由于人和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似性 兽医和医学研究人员应该合作是合乎逻辑的 事实上以前就是这样 两个世纪前大多数医生也照料它们镇上的动物 这种情况在20世纪发生了变化 当时人们开始给予医生更高的社会地位 他们开始有更高的声望和薪水 不幸的是这些福利并没有扩大到兽医 医生和兽医之间的分界线仍然存在 尽管它正在慢慢模糊 例如2007年 美国医学会主席和美国兽医协会主席安排了一次会议 希望促进医生和兽医之间的合作 如果这样的合作继续下去 我们可能会对人类和动物生物学有更好的了解 人类和动物有着很大的基因相似性 那么我们的行为或疾病影响我们身体的方式有多相似 下面的案例将详细阐述 我们与动物在哪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 晕厥可能是人和动物的一种保护机制 你猛地站起来会感到头晕吗 你是不是晕倒了 或者觉得快要晕倒了 晕倒对人类来说其实很正常 事实上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在有生之年曾经晕倒过 晕厥通常是由于大脑中暂时缺乏血液和氧气 有两个原因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首先如果你猛地站起来 你的血液必须克服重力的作用向下流入大脑 有时这个过程发生的不够快导致头晕 甚至可能导致昏厥 晕倒的第二个潜在原因是情绪上的 当你对某事有强烈的情绪反应时 你的心率就会增加 然后你的身体试图降低它 然而如果这种下降太突然 你可能会暂时失去流向大脑的血液 这可能会使你晕倒 但情绪导致的晕厥到底是为什么 动物王国提供了一些答案 晕厥不仅仅发生在人类身上 有些动物在面临严重危险时也会晕倒 而且晕倒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机制 例如鸭子看到狐狸时有时会晕倒 这使得狐狸不太可能攻击它们 因为昏厥会使鸭子看起来像死了一样 狐狸对活鸭子更感兴趣 而且当动物晕厥时 它通常会降低它们的心率 这也可以保护它们 例如鲨鱼可以探测到附近鱼类心跳中的电脉冲 如果这条鱼晕倒了 它们也许能躲过鲨鱼的袭击 动物世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晕厥 晕厥在人类身上的进化 似乎与在动物身上进化的原因相同 它可能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下来 第二 人和动物在情绪紧张时都会遭受危险的心脏问题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 当经历强烈的情绪时 你的心跳会发生变化 在极端情况下 情绪会对你的心脏造成严重损害 甚至死亡 当一个人因为心脏意外停止跳动而死亡 这叫做心原性猝死 通常他遵循一种特定的模式 一个人的心跳要么快速加快 要么开始不规则地跳动 在这两种情况下 都有心脏完全停止跳动的危险 除非医生能恢复正常的心率 强烈的情绪如恐惧或兴奋 会导致心原性猝死 比如在恐怖袭击后 植入监测心率的电子设备的病人 心跳速率大幅增长200% 危及生命 压力也可能导致心原性猝死 例如人们在失去伴侣或近亲后会遭受痛苦 和人类一样 动物也会经历心原性猝死 尽管在动物界它被称为捕捉性疾病 捕捉性疾病是指 动物在被人类转移或捕获后突然死亡 在北美被捕捉或迁移的鹿 迷鹿和驯鹿的死亡率为20% 捕捉性疾病不一定在动物发怒的情况下发生 例如在温哥华的一个动物园里 有四只斑马和两只水牛被关在一个围栏里 因为过于害怕 斑马死于捕捉性疾病 捕捉性疾病与心原性猝死 有很多共同点 两者都是由强烈的情绪引起的 或者是由动物或人类 无法控制的长期压力引起的 第三 肠道微生物会造成人和动物肥胖 肥胖已成为现代社会日益普遍的问题 但为什么有些人似乎比其他人 更容易受到影响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来自于我们的肠子 我们的肠道含有多种不同的微生物 如细菌、病毒、真菌或蠕虫 这些微生物统称为肠道菌群 我们的肠道里不仅仅有微生物 而是我们的身体里竟然有这么多微生物 研究人员估计 我们身体里的十个细胞中 只有一个是人体细胞 尽管这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 但这些微生物对我们的生存起着重要作用 它们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会对我们的体重产生影响 21世纪初 华盛顿大学的遗传学专家发现 肥胖人群中某些肠道微生物的比例不同 肥胖的人有更高比例的泥杆菌门 而瘦人有更多的泥杆菌 泥杆菌门能更有效地提取热量 因此如果一个人有更多的泥杆菌 它们不会从食物中提取那么多营养 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吃再多都不胖 这种肠道微生物与体重增加之间的联系 也可以在动物身上观察到 特别是家畜、如鸡或牛 现在家畜通常被注射大量的抗生素 这不仅使它们更健康 也使它们增重 为什么?因为抗生素改变了动物的肠道菌群 导致微生物的增加 这些微生物在消化食物时 从食物中提取更多的热量 这意味着通过食用同样数量的食物 它们可以比未服用抗生素的动物 增加更多的体重 目前肠道是人体研究最少的领域之一 探索人类和动物的微生物 与肥胖之间的关系等话题 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发现 第四 梳妆打扮对动物和人类的健康至关重要 但有时候可能会做得太过分 我们可能见过一只猫忙着给自己梳理毛发 在猫壳动物和许多其他动物的生活中 梳洗是很重要的 猫醒着的时候可以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清洗自己 梳洗有时也是一种社交活动 一些类人员会互相抓背 从对方的皮毛上去除虫子 这不仅比单独行动更有效 而且加强了社会联系 梳洗对人类也有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一些美容程序很实用 比如洗手 还有一些是为了消遣 比如专业美甲 像修指甲这样的悠闲的梳洗程序 不仅仅是为了保持清洁 它们还可以让我们冷静下来 梳洗改变了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化学成分 使更多的麻醉成分释放到我们的血液中 从而导致血压下降 然而虽然它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过度修饰是危险的 甚至可以导致一些人和动物的功能失调行为 比如说人类经常会有挤痘痘的冲动 这是不健康的 但这一过程也会使大脑中释放麻醉成分 引起精神缓解 这种释放和解脱的模式 经常被割伤自己的人所描述 因此自我伤害过程可以被视为类似于梳理 因为潜在的循环是相同的 动物有时候也会这样做 有些狗舔伤口太多 会减缓愈合过程 有些鸟则会拔出自己的羽毛 自残行为似乎很难理解 但将其视为过度修饰 可能有助于解释人类和动物的这一行为 第五 人类青少年和动物都是通过冒险和冲动行为来学习和发展的 当我们回想自己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什么 我们曾经意识冲动还是冒了不必要的风险 在青少年时期冒险是非常普遍的 对人类和动物都是如此 例如青春期的海塔通常对冒险进入危险区域没有什么恐惧 旧金山的科学家将这座城市附近的一个地区命名为死亡三角区 因为那里有高密度的激流和很多大白沙 成年海塔几乎从不去那里 但青春期的海塔经常去那里 这种行为看似鲁莽 但实际上是有特定目的的 在动物身上 冒险可以培养识别捕食者的能力 像接近鲨鱼的海塔一样 年幼的邓灵有时候会接近他们的捕食者 以便观察他们 每417次中有一次 勇敢的年轻邓灵被杀死 而5000只成年邓灵中 只有一只会尝试同样的举动而被杀死 冲动对于决定群体内的社会等级也很重要 例如一些猴子 比如黑长尾猴 必须在某个年龄离开他们的群体 找到一个新的群体 最容易冲动的黑长尾猴 通常在新的群体中处于更高的等级 在人类身上也可以观察到 同样的危险冒险行为 事实上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报告说 在12岁到19岁之间的每一年中 青少年的死亡几率都会增加 其中约35%是交通事故 这可能是由于青少年的冲动 他们的驾驶技术不够熟练 无法应付开车时所冒的风险 但对于成功人士来说 冒险可以带来很多社会荣誉 青少年用来确保自己 在同龄人群体中地位的另一个方法 是欺凌 和黑长尾猴一样 最冲动的人通常会最有地位 第六 人类和动物具有类似的生殖过程和相关问题 人类和动物在生理方面有很多共同点 首先 动物世界中的大多数交配都需要雄性和雌性 而且它们的识别方式都是相同的 雄性在交配过程中贡献精子 雌性贡献卵子 很久以前 生殖对于最早的生命形式来说 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个单细胞生物 仅仅通过克隆自己来复制 它们不需要伴侣 也不共享任何遗传物质 它们所生的后代 完全是它们自己的复制品 然而 它们慢慢地进化出混合DNA能力 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化优势 它们可能获得有力的遗传特征 也可能失去有问题的遗传特征 数百万年来 动物进化成两种不同的性别 在生殖过程中扮演着不同 但同样重要的角色 动物和人类在生理功能障碍上 也有相似之处 大约十分之一的男性患有生理功能障碍 虽然这是一个身体机能问题 但它往往会由心理原因导致 如压力 黄伟狐猴也有类似的现象 它们每年只交配一次 在这段时间里竞争激烈 有时甚至是暴力的 这可能会给竞争能力较低的雄性造成压力 使它们紧张到无法交配 因为它们害怕其他雄性可能会攻击 如果对人类和雄性狐猴来说压力太大 最终会阻止它们生育 压力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它们的身体 并导致同样的结果 第七 在动物身上 对抗癌症的治疗方法 也可能有助于在人类身上 对抗癌症 癌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 每个人都听说过癌症 但具体是什么 癌症是细胞变异 和聚集在一起的结果 当旧细胞被新细胞取代时 有时会发生突变 通常当细胞复制时 它们的DNA也被精确复制 但有时会出错 化学物质可能被遗漏 或者到达错误的地方 如果发生这样的错误 DNA可以利用自杀机制自我毁灭 然而 有时自杀机制本身也会受到突变的影响 使突变的细胞无法自我毁灭 当含有突变的细胞聚集在一起时 它们形成一个醋 也被称为肿瘤 然后 这些细胞可能开始转移到身体其他的部位 并在那里复制 这就是癌症如何扩散 并变得更加危险的过程 同样 动物也会遭受癌症的折磨 例如恶性黑色素瘤 一种皮肤癌 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影响人类和狗 正因为如此 一位兽医和一位医生共同致力于一个 旨在治疗狗的黑色素瘤的项目 它们给患有黑色素瘤的狗注射了人类的DNA 这些DNA已经被证明可以抗癌 它们的计划是成功的 人类的DNA使狗的肿瘤变小 2009年 一种治疗狗患有黑色素瘤的疫苗问世 尽管人类疫苗还没有开发出来 但这项研究可能会产生一种疫苗 目前人们对癌症的了解相对较少 这就是为什么癌症如此可怕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防御和治疗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并研发出 治疗动物癌症的方法 它可能会使人类在治疗方面取得重大发现 第八 对动物传播疾病的研究 可能为人类提供新的治疗方法 你知道动物也会感染生殖疾病吗 许多动物也会感染生殖疾病 甚至可以使它们不愈 例如 考拉可以被一种同样感染人类的 一元体严重危害 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治疗 一元体可导致不孕 这种疾病甚至会影响昆虫 二点瓢虫可被满虫感染 导致不愈 对动物生殖疾病的研究 可能对人类非常重要 不幸的是 对人类生殖疾病的研究 多少有些污名化 生殖疾病通常被认为是感染者的错 因为它本身可以采取预防措施 这也是为什么医生通常更愿意 专攻那些被认为地位更高的领域 比如大脑或者心脏手术 动物生殖传播疾病的研究 可能比人类的研究更有用 因为这种污名是不存在的 动物无法有意识地保护自己 免受感染的侵害 因此 例如当研究人员发现 在一元体盛行的一群考拉中 一些考拉从未被感染 他们立刻知道 这些考拉生来就对这种疾病有免疫力 如果科学家能够理解 是什么使这些考拉免疫 他们将能够尝试在其他考拉身上 复制这种免疫 如果他们能开发出一种考拉 一元体疫苗或治愈方法 那么他们就可以为人类研发出 相应的治愈方案 对动物和感染疾病的研究 可能使我们能够对抗人类的疾病 研究动物的自然免疫更容易 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感染可能 毕竟动物不能采取预防措施来避免感染 更好的理解这一现象可能会解释 为什么有些人对艾滋病毒免疫 并帮助我们战胜艾滋病 第九 人类和动物都会染上毒瘾 为什么人类有情感 情绪是重要的生存机制 它们可能会受到药物的影响 有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消极情绪是对我们的威胁 因此如果危险的东西 让我们感到焦虑或恐惧 我们很可能会避免它 另一方面 积极的情绪是对帮助我们生存的行为的奖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感觉很好 或者和朋友圈里的人更亲密 这些感觉是由大脑化学物质引起的 比如催产素 催产素使你感到安全 并亲近于他人 然而 有更快和更强大的方式来感受到这一切 那就是吸食毒品 当人类吸食毒品时 化学物质充斥在我们大脑中的受体 我们的大脑认为 化学物质的膨胀水平是正常的 会迫使我们再次寻求这种状态 这常常导致上瘾 动物也会染上毒瘾 例如我们在水牛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现象 在亚洲的一些地区 婴素生长在水牛生活区附近 当花开的时候 水牛每天都会停下来 从中啃食婴素花 当花期结束时 它们表现出戒断的症状 很像人类 有些水牛比其他水牛更容易对婴素花上瘾 而其他水牛似乎根本不上瘾 同样的模式存在于人类吸食者中 而且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 一个人在初次接触毒品时 越年轻就越容易上瘾 这些共性可能有助于科学家 更好地理解上瘾的本质 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受到影响 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几乎免疫 回答这些和其他与毒品有关的问题 可能有助于我们治疗和预防 严重的上瘾问题 第十 兽医和医生的合作 可以挽救生命和金钱 我们可能听说过艾滋病 非典和埃博拉 这些可怕的疾病 有一个基本的相似之处 它们可以感染人和动物 可以从动物传染给人类 反之亦然的疾病 被称为人畜共患病 例如我们可能还记得 2009年袭击人类的 H1N1或猪流感疫情 它突然出现 传播得很快 当人类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 与猪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 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 特别危险的病毒时 这种病毒就形成了 它并没有就此停止 它还获得了 勤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 这表明它发生了剧烈的变异 当两种不同的病毒 在同一个活细胞中 发现自己在一起时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当它们交换部分基因密码时 一种新病毒便诞生了 人畜共患病会感染所有的生物 而且传播速度非常快 因此 医生和兽医合作 与之抗争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合作可以挽救生命 医生和兽医之间 关于人畜共患病的合作研究 也可能有助于预防全球流行病 目前用于预防疾病的资金预算 和在治疗疾病的资金预算之间 存在巨大鸿沟 在过去的20多年里 世界各国政府 在疾病预防上花费很少 但在治疗研究上 却花费了2000多亿美元 从长远来看 注重预防要便宜得多 也更有效 特别是对于 影响人类和动物的疾病 医生和兽医之间 更紧密的合作 有助于抗击未来的流行病 也为我们节省了大量资金 最后总结一下 本书的主要内容 人类和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 通过学习更多 关于动物王国的知识 我们可以增加对自己的了解 由于我们根深蒂固的相似性 医生和兽医之间 更多的合作 可能产生革命性的结果 不仅对动物 对我们人类也是如此 好了 巴巴拉纳特森·霍洛威茨 和凯瑟琳·鲍尔斯的 共病时代 就给大家读到这里 再把它们拥有所以呢 并且关于它们 我们下读到这里 要讨论吗